《經濟日報》的投資熱華組推介江銅358 挑選原因是因為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 實現利潤總額按年增長1.37倍 反映工業企業的盈利狀況良好 經濟復甦 各國去碳減排和推動大型基建計劃 推動多項資源價格持續上讓 資源股關注江銅358 江銅昨天收市後公佈 第一季的純利按年升4.3倍 符合公司早前發出的盈利語氣 主要都是由於產品價格和銷量的變動所知